新门大沙烂是京城历史文化保护最完好的地区之一 北京国际设计州期间 那里的深厚文化底蕴成为激发设计的力量源泉 大沙烂新街景的开放亮相 让人们看到了老街区与新设计的契合 在2012北京国际设计州的大沙烂展区 有一条非常具有特色的街 叫做杨梅竹鞋街 在大沙烂展示区将近50个展示点 它占了将近四分之一 漫步在这条街上浏览设计师们的作品 有一种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感觉 就像这张杨梅竹鞋街的地图 这一张是清代的 这一张是三十年代 这个是八十年代 这是现在的 截止下来就是一百多年的岁月变迁 一张纸质的地图 引导游客发现不同时光的交叠和碰撞 大沙烂增强现实艺术历史漫步活动 在整条街上设立若干媒体站点 配着照片的放映和音响 在线大沙烂在时光荏苒中的蜕变 现在这个项目叫做24小时大沙烂 旁边设置了这样一个胶片相机 每动一下 咔哒的一声就拍下一针 串联起来就是一个胶片电影 普通人可以用它来拍摄下 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北京城的城市内海 蒙太奇手法制成虚拟的图像 完成的作品会通过艺术装置在街区里展示 这个相机是胶片的 不能改动 所以就要求拍摄的人在拍之前就想好怎么拍 如果出现错误要怎么改 这样就驱动更多创意的想法和设计的能力 会让创意更加生动 大沙烂地区的街道纵横交错 为了更好地让参观者参观感受设计州 路边由志愿者派发地图 还有视觉导览系统帮忙 它一个个房子可以研究这个走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可以出去旋转 我觉得这个导览系统做得挺好的 就是方便我们游客就来这边玩 据了解 北京国际设计州与大沙烂的结缘 源于2011年 主题是设计走进大沙烂 今年则变成设计牵手大沙烂 通过设计能够跟我整个街区的改造的城市 环境的提升结合在一起 那通过这个包括城市家居 或者城市景观小品设计师 专门为这个区域量身定制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使它永久地留在这个区域 在尊重老街区原有机理的前提下 通过设计州 大沙烂地区可以探索设计产业的生产模式 而设计州也可以借着这片老街区 六百年沉淀的人文气息 发扬品牌内涵 文气息 novel